雷射呢 有些人做了一年之后 又出现了 为什么这样子 当你的脸上出现黑斑 我们需要看你的皮肤 你的身体 一个正常的人 如果他的身体健康 黑斑是不应该出现的 雷射有那么的危险吗 它是属于第四级的医疗级雷射 就需要医生的专业知识去执行 那同时间 如何保养我们的皮肤 才能够防止黑斑的滋长 那如果对于黑斑 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 帖子下面留言 那到时候 我们现场直播 为大家一一的解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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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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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怎么样呢 全身包到像Superman Superwoman 在孩子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手套啊 就是帮 就这样子 戴着长袖的 甚至呢 整个脸都包起来 甚至那个眼睛可以看到而已的 甚至穿长裤等等 这些都是防晒嘛 那就希望呢 我们的这个黑斑啊 或者是雀斑呢 不要在我们的脸上出现的 那要如何保养我们的皮肤 除了就是 把自己包成像Superman Superwoman之外 我们如何可以保养皮肤 防止黑斑的出现呢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哦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 都可以呢 有这个 请Doctor 听好 这是职业的医生 来到节目当中呢 他是有职业的 是执照的医生 来到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 去一一的解答他的问题 那另外 如果在看直播的你 脸上有任何的问题 OK啦 你呢 就可以把你的问题 想要问的 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帖子下面留言 不管你是在我们的NRU channel 又或者是在我 梁金龙的粉丝页 的这个直播下面留言的话呢 我都可以看到的 我已经充好电了 我已经放心 我看到很多朋友 来跟我打招呼了 也跟我分享了 谢谢大家 因为真的 非常感谢大家 对我的支持后爱 那么疼爱我 好 那我就只能够 做更好的节目 把更多的资讯带给大家 那今天 我们就是透过 这样的一个直播 可以让大家 对我们脸上的黑斑 更加的关注 更加的了解 那记得 那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帖子下面留言 然后呢 告诉我 然后有我呢 帮你问一下医生 记得咯 我们的节目呢 不会很长 放心 呃 十点之前 让你去睡觉 哈哈哈哈 OK 那记得记得 我们大概一个小时时间呢 就可以让大家呢 更加的了解 这个黑斑的问题了 好 那我说了这么多 那今天 我就是要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不需要雷射 也不需要花大钱 去买这个保养品 护肤品 那都说 哎呀 你的脸这样滑达咯 拿了这个钞票 要贴在脸吗 我告诉你 你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又有免费的 有效防止 黑斑在脸上 滋长哦 那到底什么方式呢 那不如就直接的请出 我们今天的嘉宾 有的是 Anna Hu Clinic 的 Dr. William 我们的医学医生 医美医生 哈喽 Dr. William 你好 哈喽 金龙 你好 是 晚上好 对 大家晚上好 那今天呢 请到Dr. William 主要是来谈谈 有关这个 黑斑的问题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话 我们知道吗 常年我们都是夏天 所以呢天气非常的闷热 那往往呢 其实这个 呃 所谓的黑斑 最容易在我们的脸上出现的 那到底什么是黑斑呢 据我所知 它好像是有分不同种类的 对啊 对啊 黑斑顾名思义呢 黑色的斑 你说是在脸上生长出来 黑色的色斑 嗯 在马来西亚 我们比较常见的黑斑呢 就有各种的种类 有一些就如黄鹤斑 Blasma 或者是日赛斑 雀斑 群骨性母斑 甚至是一些 验针后色素沉淀 我们称为PIH Post Inflammatory Hyperpigmentation 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黑斑 哇还蛮多 不同种类的黑斑呢 对不对 那它的颜色会不一样的吗 会怎么样 每个黑斑它们的呈现的方式 跟它们的形状都不一样 就好像是黄鹤斑 通常它出现在亚洲 女性肤色较深的妇女身上 它们的分部呢 是在脸部 这边双颊边 有的时候是在额头 有的时候是在 甚至在鼻子上面 然后也是有人称为 这个Malasma 黄鹤斑呢 是妊娠斑 因为有在一些 在怀孕期间的妇女呢 她们也是有这种黑斑的问题 另外也有人称这个 黄鹤斑为肝斑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颜色像肝脏 它并不表示说 你的肝有出现问题 如果是晒斑的话呢 晒斑的话 就好像是一个圆形 形状的斑 颜色均匀 它单独出现在 脸的某一个部位上 通常是双颊上 阳光暴涩的地方 然后呢 如果是雀斑呢 就常出现在年轻人 他们的双颊上 或者是鼻子上 嗯 试试看来呢 其实在Doctor Video 在讲解的时候呢 其实我屏幕当中 有出现一些画面 就是说 比如说黄鹤斑 或者是所谓的 晒斑 雀斑等等 那我想这些就是 我们的常见的 一些黑斑的 一些问题的出现在 我们的眼上了 那其实想要 想要问 其实我们的Doctor 那其实 最难搞的是什么斑呢 其实最难搞的是 黄鹤斑 也是常见的 也是最常见的 嗯 因为这个斑 到目前为止 医学上 我们还没有找出 所有能造成黄鹤斑的原因 可是呢 我们知道有很多因素 它们的相互作用 而引致这个黄鹤斑的斑变 就如 它第一个常见的原因 就是紫外线的照射 哇 对 因为马来西亚太阳太过炎热了 太闷热了 是啊 紫外线的照射 它里头有那个 UVA 有UVB 它会刺激我们皮肤里面的 色素细胞 所以色素细胞 就会出现黑色素 而且除了紫外线呢 还有一些我们 蓝光啦 或者是 visible light 这些也是会导致一些 黑 melasma的产生 嗯 另外是荷尔蒙 所以它也被称为 妊娠斑 那些 怀孕期间 更年期前后 或者是 有恐怖避孕丸的女性朋友们呢 在这段期间呢 可能会有黄鹤斑的问题 是因为 这个荷尔蒙的变化而导致的 听这么说的话 是不是如果长期服用这个避孕丸的话 其实黄鹤斑出现的几率会比较高呢 并没有这种说法啦 可是如果你在服用口服避孕丸的时候 有这个黄鹤斑的问题呢 通常我们的解决方式就是 就是停止这个口服的避孕丸一段期间过后呢 它黄鹤斑通常都是会比较消失掉的 另外呢压力也是这个黄鹤斑的原因之一呢 它身体上的压力 或者是心理上的压力 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些 life event 好像是工作换地方啦 离婚啦 甚至是倾同气友 有一些不幸的过世啦 会造成他情绪上的大起大落的变化 黄鹤斑有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 这个是身体对抗压力的一种反应来的 另外如果你所使用的一些化妆品 或者是护肤品 想要去斑的美白的 里头如果参有那些重金属 尤其是Mercury的话呢 它会造成皮肤的伤害 会导致斑变 另外还有的就是饮食方式啦 你所吃高糖的食物 或者是那些加工物品啊 或者是一些会造成你的身体 慢性发炎的食物啊 这些食物会让你的身体 持续在一种发炎的状态 所以你的身体呢 就会很容易有这种斑变的情况 另外我知道说 其实啊像我们的脸上出现这些 雀斑也好啊 这种黑斑的话 其实它不只是会影响到我们脸部的一个美观 那其实它也是直接的表达我们身体里面的某一些器官可能出现一些警示讯号对吗 对啊通常一个正常的人啊 他们的脸上呢是不会出现这些黄鹤斑的 如果黄鹤斑出现的话呢是表示说身体有某一个部分开始出现问题了 嗯 如果你身体健康就算你暴晒在阳光下 你所能够得到的就是你的肤色加深哦 并不是说会有直接的黄鹤斑的出现 哦 那另外其实说到这个呃所谓的黑斑的出现啊 那我们都普遍上都认为嘛 市面上呢 诶最快的就是用镭射 因为觉得很先进 而且呢可以一劳永逸这样子 但是又有一些人说 诶 雷射了之后又可能会再重现哦 那难道就是黑斑的出现就只能够做镭射吗 很多人会有这种啊 黑斑就只能做镭射的误解 是因为啊市场上或者是市面上 有太多太多那些镭射的广告 如现在最穷最流行的最复的 啊对最厚的皮秒镭射 Biko Laser 他们有打很多广告来啊 来扩大或者是来说它可以去斑的效果 嗯 久了之后呢大家都有一种误解啦 大家都想到镭射呢就想到黑斑 或者是黑斑就想到只有镭射才能够治疗 其实并不其然啊 嗯 还包括哪一些啊 如果是如果真是不要用那种镭射的话 呃不只是镭射 before 做镭射 或者是 before 你 你跑去做黑斑的疗程呢 首先 先需要一个正确的诊断 如果是正确的诊断呢 你就需要去找专业的医生 因为专专业的医生才会给你一个正确的诊断 很重要啊 专业的医生 包括有执照的医生 对啊 专业的医生 然后给你一个正确的诊断 嗯 然后才知道你你脸上的黑斑到底是哪一种斑 嗯 然后就找出黑斑的病因 黑斑的他现在的情况 和你的皮肤的状况 到底是适合哪一种疗程 过后呢 我们才跑去做疗程哦 嗯 有一些黑斑呢 他对镭射的反应会很好 如群骨性母斑啊 如雀斑啊 如晒斑啊 用镭射来做效果非常好 可是好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黄鹤斑 黄鹤斑呢 只是单单做镭射 可能不能拿到一个好的效果 反而可能会 黑斑加深 这个是因为 你如果是做镭射的话呢 你没有针对它的原因 去解决它的 它的 root cause 做了之后呢 黑斑还是依然会存在 就是没有对症下药啦 因为有时候呢 我看到一些朋友说 诶 是为什么我就是可能 涂了药啦 或者是做镭射好了 诶 那个黑斑又很快的 重现了 可一年之后呢 又再出现了 所以很多朋友就觉得 哎呦 就想要放弃了 是啊 所以呢 如果是做镭射的话呢 也是有很多因素的存在啦 嗯 并不是说最新 最先进 最好的皮秒镭射 它就可以解决 所有天下的黑斑啊 嗯 这个不一定啊 是 就算是镭射呢 哎不是 如果我们看黑斑的出现 如果只是单单一种黑斑的出现呢 我们治疗可能会比较简单 可是呢 事实上会有很多黑斑它们混合出现 如黄鹤斑常常有跟全骨性母斑啊 或者是黄鹤斑跟塞斑啊 雀斑啊 在一起出现 如果有这种混合性黑斑的出现呢 治疗就会变得比较复杂了 对 因为它不是单一的一种治疗的方式 它可能就要融合了 可能雷射啦 甚至可能会用一些服药啦 等等的一系列 所以还是要听从就是医生的专业的指示 对吗 对啊对啊 有的黑斑如黄鹤斑可能就需要口服 可能需要外敷 再加上雷射 再加上营养补充 荷尔蒙调整啊 才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去斑的效果 是 我知道说一些先进的仪器啦 这种所谓的雷射也好呢 它并不能代表说百分之百有好的效果 那除了就是要支持医生的专业的判断之外 有哪一些重要的因素是大家一定要去留意的呢 除了医生 除了找对的医生 有了一个正确的诊断 之后呢 也是要看你的黑斑所形成的原因 跟你的皮肤的状况 所以治疗的时机也是很重要 就好像你的黄鹤斑的问题 是因为你的荷尔蒙失调所造成的 在你还没有调整你的荷尔蒙的时候 你跑去做雷射 雷射可能就把已经出来的那些黑斑给淡化 可是呢 它的原因还在啊 所以 新的黑斑可能又会再重新出现 这也是 有些人就说 黄鹤斑是一个很顽固很难搞的黑斑 是是是 那我知道说其实正确的正规的医生啦 还有呢 对症下药 正确的雷射仪器 还有足够的临床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 好吧 那另外呢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那我们都说嘛 雷射看起来好像有点简单啦 这样子 但是其实它有没有危险性呢 雷射 当然是有危险性 尤其是我们医生所使用的雷射 要被卫生部认证 然后要使用那些仪器 也是需要被卫生部认证的仪器 才能够进行疗程 是 因为如果是使用不当的话 雷射除了烧伤皮肤 如果不小心有射到眼睛啊 它可能会造成眼睛下掉 是 不要就是烧伤皮肤是其次啊 那如果烧到其他的器官啊 或者是眼睛啊等等啊 那就会可能造成永久的失明了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非常的谨慎和小心的 并不是说呢 雷射 就可以呢 把我们的黑斑给去掉 那我想问这个医生 就是说 除了我们一般知道说 那种雷射的疗程之外啊 那医生 还有哪一些治疗的建议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OK 如果你有黑斑 第一步你先去找对的专业医生 找出你正确的诊断 然后呢 就找出你黑斑的病因 跟黑斑的情况 然后才找出你的治疗的方案 每个人的黑斑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呢 所有的治疗方案呢 需要啊 个人或定制 个人或定制 意思是说是 你可能就需要雷射 或者是你可能不需要雷射 啊 通常 那我们就拿黄鹤斑来说吧 嗯 黄鹤斑的疗程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外肤的医疗级用膏 医疗级用膏 医疗级要膏 嗯 它可以啊去斑 或者是可以漂白 如 Hydroquinone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啊 果酸患肤 是 它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 来把表皮 表皮层的黑斑 把它代谢掉 然后呢 我们也是可以一些口服的药物 如Tranazemic Acid 它可以有效的抑制新的黑斑的 黑色素的产生 或者是我们可以吃一些维他命C啊 或者是Glutathione啊 这些都是可以抑制新的黑色素 而达到淡化黑斑的效果 嗯 还有呢 就是当然呢 我们可以做蕾色 当你的皮肤 或者是当你的身体状况 合适的时候 时机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蕾色 因为毕竟蕾色是一种破坏性的疗程 如果你的皮 你的身体 没有足够的修复能力 你做了蕾色之后 你会发现你拿不到 拿不到去斑的效果 反而 斑可能会加重 对对 大家刚才医生我说了嘛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黑色素会多 然后导致有这个黑斑的出现 那其实 这个是每个人都一定会出现的吗 还是怎么样 还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你就会有这个黑斑的出现 哦 并不一定啊 不一定哦 所以呢 有一些可能一些长辈阿公阿嬷的话呢 脸上如果他有保养的话呢 还是看不到任何的黑斑出现哦 如果保养的好的话 身体健康的话 是不会有黑斑出现的 可是在我们国家 很多人都没有使用防晒霜啊 或者是做很多防晒措施啊 所以很多人都有那些日晒斑啊 老年斑的出现啊 什么斑都出现了啦 好吧 那我想问这个医生 因为我们知道说 市面上有不少的去斑的方式嘛 那到底就是所谓的方法那其实有没有非常危险的 要让就是看着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呢 去提醒大家 如果是真是有遇到或者是有人推荐类似的去斑的方法的话呢 要特别的提高警惕 我时常有一些病人他会询问 关于美白针或者是美白点滴 美白针跟美白点滴 对 也就是说那种类似漂白的吗 对意思是美白针打了之后你的皮肤会变白 黑斑会淡化 通常呢 这些都是使用那些高剂量的维他命C 或者是他们有加入负名酸啊 还是Glutathione啊 在一起打进我们的血液里面 他们这些成分呢 可以有效的抑制性的黑色素的产生 然后会淡化已经有 已经现有的黑斑了 可是卫生部已经明文禁止了这些疗程 为什么呢 因为卫生部关心你的健康 他们发现这些疗程如果使用不当的话 它会造成我们肾脏的问题 而且如果产品的来源不明的话呢 你在进行疗程之后会有感染的风险 这就非常危险了 是 据说美白针的部分特别的留意啊 你说那个成分有多少是比较危险的 还是它完全就是不可以类似这种美白针的出现呢 美白针呢 在我们国家啦 其实是禁止的啦 哦 禁止的 所以不管成分有多少的话呢 其实都是违反的 通常我们会比较在意的是 你的美白成分里面成分的产品啊 它的来源如何 因为并没有任何产品有在卫生部注册啊 所以你所使用的那些产品呢 可能它的来源方面啊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边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是 没有事就OK 如果有事情的话呢 就大件事情了哦 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除了就是让大家来解决 或是摆脱烦人的这个黑斑的问题之外呢 我也希望说看着我们直播的朋友们 这时候可以把我们的直播视频分享出去哦 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在直播帖子下面留言 那等一下我们的Docum William呢 也会在节目当中 一一的为大家解答有关 这个所谓的就是黑斑的问题 那另外 这时候也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直播 我们的帖子那边呢 有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点击进去呢 填妥资料 记得是明天晚上9点之前的填妥资料 我们会有幸运抽奖哦 会抽出四位的朋友 每个人呢都可以获得价值一千令吉的 安娜湖Clinic 所送出的这个现金的礼券 让大家呢就是可以呢 做任何的这些保养啦 美容啦 包括呢就是买这个 所谓的辅助品 这个Supplement 那就让大家呢可以健康康 看节目同时呢 我们一起来保持健康的身体 还有健康的这些体魄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安娜湖Channel 就会送出我们的这一个 所谓的这个礼券给大家 记得记得我们有四位的朋友哦 每人是一千令吉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帖子下面留言 然后呢点个赞 给我们赖赖赖赖 或者给我们爱心 或者是分享出去 记得记得帮我们分享出去好吗 不管是任何的吹水赞 交流这样也好啊 或者是你的朋友群组里面呢 都可以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让大家来看一看 有一个视频了哦 因为这个视频的话呢 是一个真人真实的故事 那这位朋友呢 他本身就是 呃 有了一定的年纪 我们知道说嘛 其实人哦 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呢 各方面的这些仪器啦 我们所谓的体能呢 都会有所下降的 包括荷尔蒙的部分 那他当初就是因为悟性了等等等等的 那结果等等等等的 到底整个故事怎么发展呢 我们来看影片 是吧 身为一个家庭主妇呢 我没有做工作了二十几年了 我一个大半世人啦 都是为了这个家庭啦 为了子女啦 我的世界好像只是他们而已 自己没有的 没有自己的 这个没有机会去洗头 没有机会去做肥肠 什么都没有机会的啦 那时候是浅浅的 给人家做一下雷尸 人家说OK OK 我就try一下 我已经是有做过几次 那个又没有见效啦 然后最后正找一个台湾老师 这就拿那些针和咕咕咕咕咕咕我的面 那时候真的是严重性的受伤 便宜嘛 打算都ok啦 应该没那么不乐他吧 其实原来不是的 我看歌的相片的时候 你分别是很大的 色素方面真的白了很多 我吃了十多元,我衣服適合 我们像这样的年纪 而看到自己年轻 就好像很有活力的人 走路也有个风 有时候在房间自拍一下 拍棉,因为我知道我漂亮了 我知道我白了 我其实最希望的是你可以更爱自己 你其实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你而已 没有其他人能够代替你的 没有任何东西都比你自己还要来得重要 真的要开心 不要让不好的东西 负面的东西 谢谢你 大家一起加油 Dr.Anna,谢谢你 OK 来,帮我一下 你怎么欢迎的啊 谢谢你 哇,我想透过这个短片呢 大家看到吗 我们今天的这一位朋友 那他真的一生为家庭奉献了 那为了子女啦 为了家庭 他也默默的付出 那当然 岁月呢 是非常残酷的 那所有的斑点哦 雀斑 老人斑 都在他脸上出现了 那结果呢 当初 他也跟我们分享了 他就是悟性了某一些的疗程 一些治疗的方法 结果让他的脸哦 不但的这个所谓的黑斑去掉 不但没有去掉 反而是变本加厉了 但是 据我所知呢 他 找到了 就是我们这边之后呢 他 完全 在没有进行任何 雷射的情况之下 只是 吃一些辅助品 一些补品 就让他的 这个脸上的 所谓的 雀斑呢 就说再见了 那到底 这件故事是怎么样呢 我们就让 Dr.William 好好的跟大家说一说吧 好的 这位陈女士呢 他是因为他有 原本他就有黄鹤斑的问题 然后过后他在更年期期间呢 又有一些 心理压力的状况之下 他的黑斑就变得更加明显哦 是 因为更年期的话 他不只是心理压力 包括荷尔蒙的失调的话 其实也会造成这些手黄鹤斑呢 会更加的浮泻在脸上了 对对 然后过后呢 他就有做一些雷射疗程 当然呢 当你的身体还没有处在一个健康的情况之下 你去做雷射呢 你就不会拿到一些好的雷射效果咯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 时机不是很对 然后过后 他又听信了一些 国外的大师的一些疗程啊 来进行一些土方 结果反而造成他的皮肤 跟他斑的地方有严重的外来伤害 所以呢 他就有斑再加上一些发炎啊 跟皮肤受伤啊 他的问题就变本加厉 过后他就来找上我们 当然 首先我们先要做一个正确的诊断 然后看他的斑的情况 然后找出他斑的病因 然后我们再找出他的 皮肤的状况啊 跟他身体的状况啊 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他的问题是他有那些 因为更年期的关系啦 就有一些荷尔蒙的失调 然后我们也发现 他身体里面的营养有一些不足啊 所以他 我们就帮他调整他的荷尔蒙 过后呢 就帮他补充一些 他身体所需要的那些营养素啊 维他命沙 然后在他的身体 有受到一些营养 跟调养之后呢 身体开始有了一些修复的能力 你就会发现 在他的身体有修复能力的时候呢 他的伤口啊 伤痕啊 就逐渐的痊愈 而且在痊愈的过程 你会发现 黑斑呢 也逐渐的淡化了 我们还来不及帮他做蕾射 他的黑斑就差不多要消失了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画面 就是现在这个画面的话 他是完全在后期 没有经过任何的雷射 情况之下呢 已经是好了 对 刚才你所看到的那些照片啊 是我们还没有做雷射 反而是调养他的身体 补充营养啊 调整荷尔蒙啊 所能达到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说要对症下药啊 是 所以要打破这个迷思啊 黑斑不一定只是用雷射才可以解决的 反而是我们生理里面 身体里面的一些 形态啦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领域系统啦 包括荷尔蒙呢 去调试好的话呢 其实还是可以有 可以帮助 可以有要助的 那另外呢 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嘛 我们人心惶惶 而且前阵子呢 不是说有那个所谓的抽脂 那结果就送命了吗 就丢命了 那其实要怎么去确定 是真的合格医生或诊所呢 好像刚才我所说 你要找你要治疗黑斑的话 第一步不是找雷射 是找医生 可是要找一个专业的医生 也是要找一个合格的医生 要找一个合格的医生呢 我们就要去 你可以去卫生部的网站 然后可以看那个医生到底有没有职业执照 我们说是annual practicing certificate 这个ABC 另外呢 如果是有使用到一些医美疗程 或医美仪器 好像雷射的话呢 那个医生 他需要有LCB Letter of Credentialing and Privilege 的文凭 表示说他有足够的资格 才可以进行这些疗程 当然 你所要去的诊所呢 也是需要那个有LCB的医生 所在的诊所啦 那个诊所他会有一个BORAN B 表示说他有在政府 卫生部有注册的诊所 合格诊所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时候我们的荧幕当中 出现这个所谓的网址的链接 那大家就可以把它就是拍摄下来 或者是print screen 因为当你呢 这个一定要存起来哦 当你在要去任何的 接受这个询问治疗的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上这个网站去查询 他们一定是有他们的记录在那边的 只要你是合格的话呢 都有所有的医生的名字在上面哦 那记得我们一定要找最合格的 但是这所有 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LCP执照的医生 这个医美医生 都可以进行所有任何的 这些医美的疗程呢 当我们要进行这个LCP认证的时候呢 我们有需要上他所谓的考试啦 有 written test 有LCP啊 里面呢 LCP 他的LCP的里头呢 他有 他有让我们 他有解释了 到底是哪一种医生 chapter 1 chapter 2 还是chapter 3 他们可以做的那些医美的项目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一样的 是 如抽职啊 这些项目啊 就属于chapter 3 外科医生的范围啦 哦 而且就有所知 其实马来西亚 你不要 你不要以为说很多 有这种执照哦 可能几千位医生当中 就只有两百多位 跟几百位里面 才有这个符合LCP 合格执照的医生 如果是说chapter 1的LCP医生 好像我这种啊 医美医生呢 现在马来西亚 大概有301位吧 300左右而已耶 你可以去他的网址那边查询 是是是 里面都有那个医生的名字 医生的工作地点啊 跟医生所可以进行的医美项目 是 好 那所以大家去记得哦 去到这个网站呢去查学 都清楚一目了然了哦 那另外呢 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了嘛 其实 呃我们保养的话呢 不一定一定要花很多钱去做雷射 又或者是买很多钱 买这些保养品啦 服务品啦 往这个脸上去贴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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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 轻轻松松的在家里 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都可以防止这个黑班的滋长 防止黑班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很重要啦 就算你现在没有黑班 并不表示说 你以后不会有黑班 是 这个我绝对认同哦 那虽然现在你看我三十多岁 脸上的话呢还ok啦 但是 我跟Doctor在聊了之后发现到 哇 这东西的话呢 并不是说只有长辈朋友啊 或者所谓的女性朋友 才会有这种所谓的 黄鹤班啊 黑班的雀班的出现哦 反正是 所有的朋友都要去好好的照顾好 自己的健康跟自己的脸部哦 因为其中一个 黑班的出现啊 是紫外线的伤害 而且我们所知道的是 如果紫外线的伤害呢 它并不是立刻 它是长期日晒 然后皮肤累积伤害的一个诱因 是尤其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没有办法了 因为我们注定在马来西亚 是否的话呢 太阳是非常的晒的 而且紫外线是非常强的 所以呢 防晒的工作就要做好了 所以防晒很重要 我们说是防晒措施 然后就要有那些 你要避免阳光啦 不要曝晒阳光啦 你驾车的时候啊 你的车径啊 那要有那个 要有那个 然后呢 如果你使用 防晒霜的话呢 要确保你所使用的防晒霜 会给你足够的保护啊 嗯 好 那其实除了防晒之外 还有哪一些 保养的步骤 是我们一定要特别留意的 那些步骤就是 你要确保你的身体 有足够修复的能力 因为一个健康的身体 它是不会有黑斑的产生的 如果是健康的身体啊 你暴晒了之后啊 你的问题只是 肤色会加深哦 就好像金龙 你古筒色的肤色 古筒色 哈哈哈 对对我这个 虽然是有点 有点 暗沉一点啊 但是 老师跟我说 放心金龙 你的暂时还不是黑斑 哈哈哈 然后有一些方式 生活方式呢 它可以让身体的修复能力 或者是身体的健康比较好的 良好的生活方式 包括哪一些 包括睡眠 睡眠很重要 每天足够的睡眠 它是一个时间 让身体有足够的休息 和修复 如果你熬夜啦 反而会是 对身体的一个伤害跟压力 是我觉得要跟大家说一说 打回个迷思 就是说哎呀反正我 早上五六点睡觉 我睡到中午的话呢 因为我是睡很多个小时啦 其实是不行的对不对 睡眠的品质不好啊 嗯 因为呢其实我们的身体的任何的器官 可能在固定的一段时间的话呢 它会运作啊 它会就是可能会操作 但是如果你那个时候 你能给让好好休息的话呢 其实它发挥不了太多的作用 因为不同时间的睡眠啊 它对我们身体的荷尔蒙 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嗯 好 那除了睡眠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你每天要喝足够的水 足够的水呢 会确保你的身体有足够的水分 因为如果你的皮肤干燥的话呢 你会发现你的黑斑啊 都是会比较明显的 而且你身体不够水分的话 修复能力那些都是会比较差 是 还有另外就是要做运动咯 哈哈哈哈 不要懒惰咯 真的我就觉得说 现在人哦 因为真的缺乏运动啦 那加上现在因为新管令嘛 都不敢到处乱跑 那其实在家里的话呢 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有氧的运动的 不动 就是你在家 都有一点动吧 总好不动嘛 那运动 适当的运动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的黑斑 跟我们说再见的哦 啊对啊 因为运动会加速你的血液循环啊 会让你的性陈代谢比较好啊 也是会调整你的荷尔蒙啊 都是帮助良多 是 另外呢 就是你所吃的一些食物 如果你吃太多高糖分的食物 或者是一些加工物品 或者是一些会造成你的身体 慢性发炎的食物呢 这些呢 都是会对你的身体是一种压力啦 也是会让你的身体 时常处在一种发炎的状况啊 这个对黑斑的防止并不是很好咯 是 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 心态 保持平常心开朗性的话呢 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黑斑 对吗 对啊 心态很重要啦 因为好像黄鹤斑 其中一个造成的原因就是 你的情绪心情大起大落 整天哭 整天什么苦瓜脸 那其实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情绪 那因为有时候我们的人哦 情绪荷尔蒙 就是因为可能情绪不好低落的话呢 就会造成我们各方面的问题 就会接踵而来 对不对啊 对啊对啊 嗯 好那刚才我们说的嘛 其实防晒都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知道说其实在我们现场的话呢 还有一个照片给大家看哦 就是一个国外的例子 对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照片 它是一个photoaging光老化的迹象 或说在2012年我们的NEJM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他们发布了一个文献 是说有一个69岁的货车司机 他有28年的驾驶经验 他是在澳洲 所以他的驾驶座位是在左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镜子里面呢 你会发现暴露在阳光下面的左半部脸的光老化的迹象非常明显 这是UVA的UVA所造成的光老化伤害 你会看到他的皮肤会干燥 会粗糙 很多皱纹 而且皮肤会下垂 当你看到左边跟右边呢 就好像是两种不同年纪的年纪的皮肤啊 这个就是防晒的重要性 跟这些光老化的伤害的严重性了 嗯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种照片的话呢 哇 也不希望自己有一天会变这样子哦 所以呢我们常常都会说 呃 保养啦要趁早啦 那不要等到问题出现的时候呢 你才慢慢修复 那当然现在的话科技也很发达了 那我们生活的 日常生活忙碌归忙碌 赚钱归赚钱 还是好好疼爱自己哦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关于这个黑帮问题的话 都可以马上的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面留言 然后呢 看看等一下呢 我们就直接的请 呃我们的Doctor William 马上在现场呢 为大家解答哦 那我知道说其实现在的话呢 呃市面上都是 这个朋友就问了 这个呃 雷射就是那个P Pico laser Pico laser P秒雷射 对是比较普遍的 那还有哪一些是 呃雷射呢 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呢 呃 P秒雷射是雷射的其中一种啦 嗯 然后不同的黑斑 他们有不同的个性 可能他们就需要不同的雷射波长 雷射的设定 雷射的强度 嗯 来治疗 并不是说 我们可以使用啊 一招先吃天下 或者是一个P秒雷射 就可以打偏所有的天下的黑斑 嗯 那个是不不现实的啦 是 好那另外呢 在我的这边看到这位朋友哦 啊 他就问了 哎 雷射皮肤 那去 这个黑斑可以去掉 那会不会越雷射的话呢 皮肤越薄的呢 哦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呢 我时常会接触到 所以我们需要看你雷射的 雷射的 啊 种类是哪一种 嗯 因为我们有分为两种 一种是会剥皮性 我们称为 emblative laser 另外一种呢 是stimulating 它会刺激性的雷射 通常我们使用那些刺激性的雷射呢 它反而会让你皮肤的状况 皮肤的厚度 皮肤的胶原蛋白再生啊 会变得更好 如果是emblative laser 那个剥皮性的雷射 当你做了雷射之后呢 你就需要一个 尖割期或者是恢复期 在你进行下一次雷射之前呢 给你的皮肤有充分的时间 去恢复去修复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个 做了雷射皮肤变薄啊 皮肤变敏感的问题啊 那一般上午可能是雷射一次 跟第二次要间隔多久呢 这是根据人的 这个每一个体质不一样 或怎么样 雷射 这个需要根据雷射的种类啦 有一些人他们做雷射的治疗黑斑 他们刚开始间隔是一个月 过后他们发现 黑斑的效果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他们就把一个月变成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变成一个礼拜 甚至他们每天做雷射 可以每天做雷射的吗 当然不可以啦 对啊 更加伤害吧 因为皮肤它没有时间去修复 去恢复的话呢 每天做雷射呢 反而会带出更多的皮肤上的问题 那依你建议的话 一般上哦 你建议大家啦 要用多久的时间去慢慢的让皮肤恢复 才可以做下一次的雷射 如果是那些Abilitative雷射的话呢 我们建议是至少六个礼拜 或者是两个月以上 如果是正常的那些刺激性的雷射呢 好像NDM还是皮苗呢 通常我是建议我的病人 大概是间隔至少一个月左右啦 那另外雷射之后是不是不可以晒太阳啊 雷射是一种热能的伤害 当然无论你有没有做雷射啦 都不要直接晒太阳啦 对对 因为太阳会有那些光老化的作用 会有对皮肤的伤害啊 而且紫外性很强 对是 好那另外看到这位朋友呢 OK Din他就说想问了黑斑是不是有遗传性的 黑斑是有一些是有遗传性的 就好像是雀斑啊 哦遗传性的 所以如果父母亲有雀斑在脸上的话 可能子女就是有雀斑的可能性的几率是很高的 很高 而且就算你不晒太阳 你的雀斑也是会跑出来啊 哦 所以还是有基因的存在啦 对啊 那另外呢 还有这位朋友呢 他就想了解一下哦 那就是黑斑在脸上出现 会不会是一个癌症 可能是皮肤癌的症兆呢 所以如果黑斑在你的脸上出现 最重要的是找医生 并不要自己在那边胡说乱讲 对然后呢去听市面上哦 这个 这个药很好去查就没有问题了的 但是你不懂说这个药 到底这个漂白的程度是有多少 因为呢 卫生部的话呢 他是不太鼓励大家 用很高的这个漂白剂的 所谓的漂白膏去去涂这个脸 是不是 因为那些漂白剂啊 如Hydroquinone啊 其实是有那个成分啊 它的巴仙率的控制的 对 如果是医生开的话呢 大概是会开2%或者是到4%啊 给那些啊 外肤的药膏的去斑疗程 很低而已很少而已耶 对啊 如果你去外面 如果是买到一些来历不明啊 或者是成分很高的啊 10% 20%的啊 那个可能会对你的皮肤造成伤害啊 而不是去斑 所以这些都这些 比如说超过4%以上的 这所谓的漂白的这些药膏的话 其实都是没有获得批准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如果是使用这些漂白剂 无论是2%啊 4%啊 你需要有人帮你看顾啊 需要有人 monitor 对 所以你要见医生 对 医生就会看适合哪一种 而且呢 它会根据你的这个皮肤的情况 然后就开更最好 最适合你的所谓的药膏 给你去外敷 对 医生会根据你皮肤的状况 而开出合适的药膏的成分啊 对 哇 在我的脸书这边呢 好多朋友的留言真的非常的棒哦 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呢 今天这么的 给我差不多一个小时时间 然后进到我们的直播室 直播的视频 然后呢了解哦 不管你是在金融这边 还是在我们的 Anahu Channel 在收看的朋友们呢 都非常的感恩大家 那记得记得 在我们视频的 我们的帖子那边 有一个链接 一个链接呢 大家点击进去这个链接 填妥一些简单的基本资料 以供我们做这个幸运抽奖 那这个幸运抽奖呢 记得将会 记得在这个明天 也是10月31号 晚上9点之前填妥 那我们电脑系统呢 就抽出4位朋友哦 那这4位朋友呢 都可以获得价值1000令吉的 这一些疗疗程的所谓现金礼券 现金券 那大家呢 就可以做疗程啦 包括呢 可以买这些保养品啦 护品等等哦 都可以 那我们的Anahu Channel 就会送出4位的 这个朋友啦 每人1000令吉的现金券 那好 那最后一道问题了 我就最后一道问题了 因为大家把你太热烈了啊 TayTay就问了 哎 雷射会痛的吗 雷射会痛吗 这需要看你的医生 所使用的什么类型的雷射 如果是那些Avillative雷射 好像FCO2呢 那个会痛 而且会肿 会红 如果是使用皮秒雷射 或者是Anti-Yak雷射呢 如果它的强度低的话 可能你只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如果强度高的话呢 可能就会痛啦 是 好那 那那其实会不会跟我们的 这个脸的 那个皮肤啊 哎 你的脸皮很厚嘛 就不会痛咯 你的脸皮比较薄 就会痛咯 因为这样子嘛 有关系吗 有一些人他们的皮肤 比较薄 比较敏感的话呢 当然痛楚的反应 就会比较强烈咯 对对对 那ok 那一些朋友就说 因为我的脸啊 常常长痘痘痘啊 暗瘡那些啊 会不会不太适合做雷射的 如果有暗瘡 或者是痘痘 你知道吗 有专门治疗这些暗瘡痘痘的雷射 哦 ok 那大家还是可以去了解更多的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请Dr. William来做总结 好啊 今天的总结 其实我们脸上长出黑斑 有的时候呢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是你要想看 黑斑到底它是你的身体 需要告诉你的一些什么讯息 对 如黄鹤斑 如果黄鹤斑出现的话 是不是你的荷尔蒙需要一些调理呢 是不是最近你压力太大了呢 是不是你的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呢 或者是你的生活过得不是很很开心呢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有黑斑 黑斑出现的 我所要强调的是 黑斑出现的并不是要去做雷射 首先你要去找专业医生 来给你一个正确的诊断 然后呢 看你的黑斑的原因啊 黑斑的情况啊 才对症下药 所以呢 不要一看到黑斑就赶快做雷射哦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找专业的医生 然后透过医生的一些分析 然后去安排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这非常的重要哦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Anna Hood Channel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 如何摆脱烦人黑斑问题的这个现场视频的直播 那非常感谢大家 那记得在结束之前呢 就问问自己一下吧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疼爱自己了呢 没有好好的去关注自己的健康 或者是自己的脸部了呢 记得哦 我们就是不要一直努力的赚钱赚钱赚钱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更要好好的疼爱自己 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有自信 更加的美丽 更加的健康 好吧 那今天我们黑斑 只要是我们好好的照顾的话呢 我们总有一天一定会跟我们的黑斑说再见的哦 那记得记得 赶快的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出去 然后呢 点击我们的链接 然后填妥个人资料 然后呢 在明天的晚上九点之前 填妥我们就会抽出四位朋友 可以获得一千令吉的这个所谓的 现金券 让大家呢 就是可以做一些治疗啦 包括买一些保养品等等的 好啦 祝大家好运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的 Anna Hood Clinic的Dr. William 谢谢你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一次节目中我们再会咯 拜拜 拜拜 sect赫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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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